没有问到 当时很多时候也是 有点称高的 哈喽我是佐伊斯 看到新闻说因为原料碎米短缺 米粉生产商只能用大米来制作米粉 这样成本就提高了30% 也因为这样大马米粉厂商宣布 米粉起价20% 马上想到月尾等出量时吃的经济米粉 是不是也要跟着起价 青烫粉 猪肉粉 是不是通通都要一起起价呢 今天带大家去看看行情吧 这是不会的 因为现在行情这样啊 如果起价啊 对一般打工那家 打工的人那家呢 也顺着不担啊 因为我们觉得 假如我们这样子喔 那个消费了也是呢 为什么 他们也是 因为它 可能没有在家里面的 肯定是打工 没有 压经水那种 那种 那不会整理啊 现在你的客人已经知道了 自己发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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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在 东西里面的 在打工 自己的东西都 没有人家 没有东西都 没有人家 这样是为了因为我们公司市场一起价 我们有没有起价那些交费者也是会感觉外面的成价点 肯定会是太一样 暂时我发的那本是八块钱购的 如果你讲之前就是六块半 现在就是说暂价快半钱 其实我们赚本 现在我们找到活力脱销 这些暂价的成本暂时自己 自己消费 终于给三十二以来可以享受人家的感受 但是我们很痛苦 感受的 你看 都起价了 没有发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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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起价 我知道很难自己 很难调 原料起价 成本提高 酬食小贩没办法之下 也只能跟着起价 那么经济米粉还经济吗 薪水 家用 不会跟着起的打工族 家庭主妇Auntie们 还试得起米粉吗 还试得起米粉吗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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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年吃饭 然后放菜饭 有些人 有些人 有些人家 有些人家 很快 很快 快乐 现在一包 真是主案 很快 有些人家 很快 有些人家 有些人家 都没有 都没有 很快 会有些人家 要想到 有些人家 没有 有些人家 然后 有些人家 有些人家 都没有 有些人家 多多多 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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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在想 这米是进口米 进口米是这样吗? 本地里没有吗? 那么 我们做米粉大多数都是本地里吗? 那一包20%是很多米的 如果你讲一个5,8,000-18,000 我们都没有进步了 不要说我们做生意了 就算你是家庭进步也好 你外面买米粉什么 一价值 它的价钱就这样这样高 其实市场很难消费 我们就不会讲 日本是这样的 就是那个产家 我们是消费者 他们产家 他们自己吸收一点成本 我们又帮他们吸收一点 大部分熟食小贩都按兵不动 暂不起价 因为他们难 打工一族学生族也很难 中国报听民生关心民生 我们下期再见